我前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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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歐巴老師JoJo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年年有餘 萬事如意 好就只知道這幾個而已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華僑過年到底是怎麼過的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是華僑嘛 就是從爺爺奶奶開始 都是出生長大都在韓國 所以我們身份是華僑 一般來說是沒有國籍的 那身份這麼特別的華僑 過年會做哪些不一樣的事情呢 就由我來告訴大家 然後這僅限於我們家的過年方式 不一定全部的華僑都是這樣做 大部分的韓國華僑啦 應該跟我們過年的方式都差不多 那我也有兩年沒有回家過年 也不知道又要幾年才可以回韓國過年 所以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喔對了 因為我們家是大家庭 所以過年的時候 家人會從全世界的各個地方來 美國啊中國啊台灣什麼 很多地方其實就只有這樣 他們會回韓國過年 之前啦最多有二十個人 擠在一個家庭裡面一起過年 那時候就真的是很熱鬧啦 人多就熱鬧嘛 然後又覺得很開心 但是因為今天疫情的關係 完全都沒有人來 所以只有我們一家人一起過而已 很可惜啊 哭哭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首先呢因為我們會擺桌上廈 請生 所以除夕那天就要開始準備擺桌的一些東西 這個好像跟台灣的方式蠻像的 我記得啦 但是我們會在家裡面擺 然後總共擺兩桌 擺桌會用到的東西 大概會是 資料畫面 然後燒香也是在家裡燒 所以每當過年的時候 家裡都是香味 不是那個香味 是那個香味 沒錯 然後除夕夜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一起喝啤酒啊 看電視啊 聊天之類的 我這次是跟姐姐跟媽媽一起打的花牌 我這次是跟姐姐跟媽媽一起打的花牌 我這次是有2點嗎 你不是3點嗎 我真是無聊 你拿3點嗎 你拿3點吧 我拿走了嗎 然後差不多11點半的時候 就要開始擺桌清神 然後就可以去睡覺了 然後大年初一的早上 我們會做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吃水餃 不知道台灣過年會不會吃水餃啦 我們家會就是普遍來講都會吃水餃 然後這個水餃是前一天自己包的 大家一起來包水餃 你很像プリスタイル的蟑螂 包餃子 哇 真實在 看到的 哇 看到了沒 是佛舟的廚藝 醬醬 醬醬 然後這個水餃是廚藝的晚上 跟大年初一會吃 但是早上吃的會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會在水餃裡面放 銅錢跟棗子 好 讓我們看看 好 讓我們看看 有放錢錢跟棗子的水餃 我們全家人早上起來一起吃 那為什麼要放錢跟棗子呢 就感覺像是測一年的運氣之類的 然後吃到錢錢是財運 吃到棗子是早生貴子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好的意思啦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獎勵 就是吃到錢錢或棗子 會有錢可以拿 所以我們每當過年的時候 早上大家都會很勤奮起床來吃水餃 就全部人圍在一起一起吃水餃 不好笑 看誰吃的最多就是運氣最好 最後還有錢可以拿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會很認真吃 然後都會很認真挑選自己要吃的水餃 就是感覺大一點的他就會挑 但其實大的不一定是有包的 這家裡面有放錢跟棗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來吃 欸 五十塊吃得了 這裡有錢啦 哈哈哈哈 但是writing肚子也有多了 就是限碟子 小松露晃 你好楊娃姐 啥還她吃得看 I ME 我跟哥 nouve訦克 從芳事情都差不多你要吃 再吃 一點東西 這個 simplement就丟了 不是 好 要吃 要吃 吃 我喝了就是 你答案是不像 好吃 好 是什麽 不是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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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看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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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 我們呢 啊! 答答! 我們出來唱啦 好喔 我跟我們要喝那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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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的時候玩這個就覺得很好玩 這就是我們家過年的小小的樂趣的點 然後大家可能會覺得不衛生啊什麼之類的 請不要擔心我們已經有消毒過 也有用滾水煮很久喔 吃完水餃呢 我們就要開始領壓水錢 小時候有一個小小的規定 就是領紅包的方式很好笑 就是要說出五個過年的成語 每次過年領壓水錢的時候 就要去背這些成語 背不出來就是要回去問爸媽 只要爸媽也不知道 你就沒辦法了 就是什麼年就是要背出什麼 就可能說今年是虎年 就要說什麼虎虎生風 虎季衝天 虎年大吉什麼之類的 其實也是蠻有趣的啦 年快樂啊! 恭喜發展! 未視如意! 年年有餘! 虎季衝天來共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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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接下來早上的行程 就是要去拜年 就是去很多家串門拜年 也是會有人來我們家拜年啦 我們家的話 通常會早一點出門 就是拜完一輪回來 等其他人來我們家拜年 小時候會跟著爸爸跟叔叔一起去拜年 拜完一輪就可以拿很多紅包 那時候就覺得很爽很開心 就很喜歡出去拜年的這個行程 但現在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被取消了 然後中午呢 就是我們要開始吃大餐 我記得台灣是年夜飯才是大餐嘛 我們家的話就是會 過年的當天的中午會吃大餐 然後原本是全家人 20個人圍在一起 一起吃火鍋 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今年就沒有人來 直接取消了火鍋 換成別的東西吃 資料畫面 這是媽媽做的排骨 炸槍 然後這是水餃 這就是台灣香腸 然後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外婆家 要去做什麼呢 就是要去領押睡前啦 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去那邊玩啦 就是去看另外的親戚 就是阿姨阿 舅舅這些家人們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我講完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啦 完蛋了嘛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假如大家還有什麼其他的疑問 或什麼自己家過的過年的方式不一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哈哈哈 差不多啦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啦 我記得是差不多啦 在這裡 然後等於散播 我們來看看 多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